美股在多支成分股获得投资者的追捧之下 让已经是连跌两天的副实龙宗旨 重新回到了1500点的水平 昨天闭市售在日内最高1507.71点 随着马股在这个月将会发布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 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 风龙投资银行零售研究主管吴俊生 给我们进一步剖析市场行情 俊生你好 大家好 同家早 是的 是不是请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解析一下 你认为哪一些领域或者是公司的业绩表现比较亮眼 或者是不理想的吗 那原因是什么 OK 大致上在刚刚宣布的这个7月份的 8月份的这个财绩报告 大致上截至昨日为止 我们所涵盖的大概18家的公司中 有88%都是预期之类 大概18%是两件是低于预期 大致上他们都是给予 就是说这个第二季度还是正面 但是它是否在这个第二季度下来 第二季度跟抵抗外围的这个益风 然后还有政府最近所实行的这个经济合理化做事 通膨 利率上升的等等的因素 大致上我们认为 接着下来更加关键的这个行业 我们看好的领域大概是有银行业 它是一个 interest rate upcycle的收回者 那么再加上卖入2023年没有这个繁荣税的影响下 我们觉得银行业的业绩会进一步的提高 并且也可以给予更高的股息 在大型银行就是我们 prefer是Maybank 中型RHP Bank 小型的有BIMB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综子业 我们觉得在这个高峰回落之后 这个FCPO在今年 Average还是保值高位5800 5700左右 跟他们的生产成本2500 2600都蛮有这个转头 所以我们还是 prefer一些比较有 就是说有上游跟下游综合的这个综子公司 比如LK,IOI,CORP,GETING PLAN 另外一方面中油也是以美元计算 原产品它的原料是以美元 但是很多cost都是有银行 所以它是受惠者 那么这个量酒项也是 随着LASER,Open Economy,Endemic City这些 再加上政府也限制移除了 这个企业营业时间 更大的这个流通量 也重新开放这个娱乐场所 它也是一个受惠者 那么木材业的很多原料 木材价、胶水这些开始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木材 这个Average selling price 依然保值高位 那么它也是马币贬值的这个受惠者 我们投行的首选是Lihian,Hevia,Focus Lumber,Avigree 那么它70-80%都是以美元计算 所以它是一个Ranked Beneficiary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科技股 科技股我们认为在未来一两年 它们的全球半导致销量 还有这个CAPITAL EQUIPMENT SALES 就是由于这些叫做EV 汽车高性能计算的推动 所以表现一轮会亮丽 我们的TOPIC是有WC、Franc、Kobek、Dinex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博产业 跟Resort这些全部都是 因这个Endemic City Reopening Economy 是受惠者 然后那些叫做NFL 比如B-TOTO 也是在做这个国内的驱动下 会驻稳上升 我们推荐SB-TOTO 跟TING跟TING Malaysia 那么再来就是自从有了这个新冠疫苗 全球首套的需求是开始放缓 但是橡胶首套商工会就预测 明年将会恢复增长 四大手套股的股价 更是因此闻风起舞 那如果投资者 想要在这个时候进场的话 你会给他们什么意见呢 当然Glove和手套领域 它是领际走落的一个受费者 但是在这个Second Half的时候 我们认为平均这个SB-Selling Price 会随着更多国家 大量流出的这个手套 需求量也是有一些下涨 所以我们预计这种 Cart Troop的这个Average Selling Price 在这个第二季度 也是会要一段时间才恢复正常 所以股价应该是依然会保持低迷 然后任何的反弹都是 相信会受到很大的这个套利 虽然股价全全移动 我们还觉得这个寒动还是微过了 任何反弹的机会降速到卖压 技术而言还是在一个Sideways Consolidation 好的 谢谢郡商为我们带来的这个精辟分析 谢谢郡商为我们带来的这种